要来关注台南长荣大学马来西亚籍女学生被勒弊弃尸 现在有三大疑点 28岁良性凶贤 真讯的时候公称是失手将人勒弊 对女大生只有猥亵没有性侵 真的吗 另外嫌犯开车绕了200公里 似乎是要混淆轨迹 犯后还清洗了座车 这三大疑点让警方猜测嫌犯为故意杀人来脱罪 目前检方已经采集检体送宴 法院也裁定嫌犯收押未禁见 28岁的良性凶贤 勒弊台南长荣大学 一名24岁马来西亚籍女大生 真讯时她共称是失手将人勒弊 只有猥亵没有性侵 不过警方调查发现 9月30号她就进行第一次埋伏 也强行拖拉一名女大生 不过对方挣扎尖叫 她吓得当场落跑 10月27号她第二次埋伏 但是当天没有物色到对象 接着10月28号她准备好 铜军绳再重回现场 警方认为凶贤是预模犯案 从我们手上的资料看起来 她是经常出入这个区域 所以对当地的这个路况 非常跟地形非常的熟悉 警方表示良性凶贤供词反复 说违宪没性侵 开车刻意两百公里兜圈混淆轨机 犯案后还清洗坐车 这三大疑点让警方猜测 嫌犯供词是为了故意杀人脱罪 至于是否设犯性侵 检方也积极侦办 而检方认定凶险有逃亡事实 全量警方也加强巡逻 长庸大学学生说希望接下来这条变道 都能像现在一样明亮 让他们不要在暗黑的路上 走得心惊胆跳 华视新闻刘涵 冲冲冲评文男台南报道 持续来关注 长庸大学马来西亚籍女大生 被掳走杀害 因为落单而遇害 曾经担任前总统李登辉夫人 曾文慧随护的女子防身术警官 苏凤勤表示 每个人要牢记自我保护的五不原则 包括不走暗向 避免夜归 不让钱财外露等等 另外他也示范如果遭受 歹徒攻击的时候 要如何反击对方的要害 让自己逃脱的防身术 现场示范防身术 曾任前总统李登辉夫人 李曾文慧女士随护的警官苏凤勤 针对这一次台南长荣大学 女大生落单遇害事件 他教大家遇上攻击时 如何反击并逃脱 如果对方是正面攻击 可以这样做 而反击的部位 可以针对人体时代要害 包括眼睛 鼻梁 喉结 心窝 下挡 膝盖 小腿内侧 也可以针对歹徒脚趾 以双掌 中拍歹徒双耳 有效攻击之后 要立即逃离并大声呼救 平常要牢记四观念 走路的时候我们平常 我们会周遭稍微观望一下 如果今天突然突如其来的 拿着器械来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同时用手去做防御的动作 还有五不原则就是不走暗向 避免夜归 不让钱财外露 不激怒歹徒等等 也能在手机上下载警政服务 APP已被不时之需 保障自己面临危机时 能全身而退 华氏新闻 陈建邦 邱军平 谢雨昕嘉宜报道 想看更多优质影音 那就移动手指订阅华氏 或是下载华氏APP 一起华氏市选华氏